就是他固定禮拜四都要錄影 對啊 然後他覺得他禮拜四是錄影一整天 所以他就規定我 禮拜四我不管怎樣 我都要送小孩 可是有時候我禮拜四也會接通告啊 那OK好 既然是這樣 你覺得你很累 你想多睡一點 那我去送小孩沒有問題 可是你知道他這個人很奇怪 他不是喔 他會在樓上看DVD 看到一兩點 然後才下來 那你當然早上爬不起來送小孩 你不是說你很累嗎 你不是說你一整天的工作 那可以紓壓啦 看DVD紓壓 那不一樣 影帝觀摩別人的演技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請問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對 不是 那你為什麼就是有一點 他也不是硬性歸 他就是柔性的那種 讓你覺得說 你好像理所當然 禮拜四要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會覺得說我可以做 但是你可以 就是說你也可以早一點睡 真的把那個睡眠補足了 你今天一整天錄影 很辛苦我知道 所以我去體諒你 這個 又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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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月子要坐好嘛 真的 不要省一下 不要省啦 真的 你現在機器比小燕姐還差耶 等一下 你剛剛錯了嗎 沒有 你想錯了嗎 太累就先回去 真的 真的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我很體恤他這麼辛苦 我很體恤他這麼辛苦 但是你真的是要 早睡早起嘛 但是我覺得 你去按照這樣的狀況 你可能要休息一陣子 盡量少那個啦 少一些通告 你這樣講 我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覺得你最辛苦 好辛苦 真的好辛苦 我會覺得你既然 禮拜四要錄影 你禮拜三就早一點睡 不要禮拜三又看TV 可能有時候又在樓上 自己喝悶酒還是什麼的 然後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我就會覺得不平衡 因為我有時候 禮拜四我也會接工作 那我接了 送完小孩我回來 我根本也沒辦法睡 我就是一整天 然後開車來台北工作 工作完之後 我又回去又接小孩 接了小孩我要弄晚飯 我也不比他輕鬆 那我為什麼一定硬性規定 我禮拜四就是要送小孩 好啦 其實有時候 女生還是會比較 很多地方還是會有一點自私這樣 什麼啊 女生 你知道像我之前 我是籃球 我打球退下來 退休以後 然後直接第一份工作 是當球評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今天是我第一天 要當球評的日子 算是我在這個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天 因為我之前什麼都不會 只會打球 打了一輩子的球 現在好不容易轉行 終年要轉業了 所以今天是我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就希望說 我可以把一切狀態全部弄好 弄得好好的 然後不要有任何事情打擾 找到我的心情 因為撥球是Live的 就是有時候現場 嚴肅了 對 所以說算是很緊張 我非常緊張 然後我女朋友也就是 算一開始很體恤我 她說好 那這樣子 我就陪妳去球場 然後看妳要喝水 還是要吃東西 我在旁邊幫妳遞過去這樣 妳就什麼都不用想 妳就專心的撥球就好了 我說好 我女朋友真的好貼心喔 然後我早上就 中午的時候 我就開車去接我女朋友 我們要一起去球場 然後呢 我也只不過遲到了一點點時間 那有那麼巧 他捷運站出來的地方 又沒有遮蔽物 那又有那麼巧 又開始下雨 然後又打擾 雨下了稍微有一點點大而已 然後呢 我就遲到一點點 他就很生氣 一點點是多久 大概半個鐘頭而已啊 還好 還好嗎 半個鐘頭應該還好啦 大雨中 打擾 大雨中 他為了今天是你重要的日子 所以他不敢遲到 在那邊等你 他在那邊 連自己重要的日子都遲到 我懂 我懂 但是呢 因為塞車沒有辦法 他就真的跟我發飆耶 整個大發飆 大兩功 也還好吧 你就下雨 就當上洗個頭而已嘛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請問七位型男們 讓自己的女朋友 站在雨中等他半個小時 這樣是對的情舉圈 不對的情舉差 我跟你講 這絕對是錯的 這樣是真的不對 真的 真的不對 但是... 我跟你講十分鐘都很過分了 沒有,這樣真的不對 但是你要想 你要想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你自己都知道了 小潔,你生小孩 你的小孩晚了半個鐘頭出來 老婆說... 你小朋友會罵你嗎 老婆說不會罵你嗎 不一樣 你有沒有講什麼意思 你拿這個比喻 不一樣 然後我們生小孩 跟你那個不一樣好不好 不是啊 我們在生小孩的時候 也不會在生小孩的地方 放水下半個小時 我現在的氣勢 你們今天有一點弱耶 來 沒有,我跟你講 真的女生比較自私 怎麼說 沒有沒有 這個覺得真的 你們不能說什麼 我跟你講 之前 我就是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她的工作是模特兒 而且工作的切得很好 但是模特兒的工作 不可能每天都有嘛對不對 就是有可能是一個禮拜 有可能是只有兩天、三天 但是賺得還蠻多錢嘛對不對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比較沒有通告 或許就是演藝圈的工作沒那麼順利 所以我那時候平面的叫日文啊 還有在外面打工啊什麼的 就很辛苦 但是那個女生 因為就是模特兒工作 就是雖然模特兒也很辛苦啊 但是問題是沒有工作的時候 從早上起來開始用電腦 電腦電腦 然後辛苦的回來 還是用電腦 然後她跟我 多一點陪我 我說 啊好 但是就是我也打男人 我不可能就是講出來 因為我窮啊什麼的 而且我那個家裡的錢啊 隨費、電費都我來賺 對,但是就是我 她是很想講知道嗎 但是就想說 而且我希望她是不是台灣人 我希望她就是每次做的時候 希望她在外面就是學中文啊 或是演戲啊幹嘛的 但是她跟我一句話 反正 我賺錢比你多啊 好傷喔 對啊 而且我跟她是剛好完全相反耶 我以前那時候還沒出道的時候 我有一個女朋友是在那個 演藝界的 前演藝界 但是那時候還算蠻紅的 那時候她 就因為說 她覺得跟我在一起 她怕影響到她的事業 死都不公開 然後呢 比如說回家的時候一定要 她先進去 然後我大概隔15分鐘才能進家門 然後去看電影也是 我先進去買票 然後那電影開演以後 她才進去買票 反正怎麼樣都扯不上關係 就不讓扯關係就對 然後甚至吃飯也要到最裡面 我想說沒關係 因為你的事業 反正基本上兩個人開心就好 幹嘛給大家看 但是重點來了 她有一次居然在過多久以後 居然被拍到 跟另外一個圈內人在一起 一開始的時候還跟我講說 沒有那只是同事這樣 同事我說同事好 結果後來真的男生也承認 女生也承認 後來發現說原來她已經劈腿 跟那個圈內人劈腿 那時候我就跟她坐下來好好談說 怎麼會這樣 我們也是好好的 妳說什麼我都聽妳的 她說沒有啦 她說她在這個圈子發展 必須要有些人脈 所以她覺得跟她在一起 第一個她懂她 第二個可以幫助她的事業 所以她覺得說 跟我們這種圈外人無法溝通 無法了解她的生活 所以她就分手了 我覺得 她也不是自私 對 很難過 不夠愛啊 因為我覺得女生只要一旦愛上 她的名跟力都可以放下 對 真的 就不夠愛 但好笑的來了 老子後來現在也還OK了 有一次她在電視台這邊遇到我 因為她現在就真的完全不紅了 到底是誰啦 然後她就跑來跟我說 Paul啊好久不見啊 然後跟我抱啊 跟我親家說 下次可以一起吃飯啊 你有那個通告可以 可以一起跟我講 我們可以出去啊 然後她說以後就可以一起帶啊 那我們以後 反正現在我也沒男朋友 以後大家一起說 好啦沒有人要聽這個 好可愛 真的 而且你們男生才自私 像我有一個女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十二年 然後這個男朋友呢 在這十二年當中 不斷的劈腿 然後偷吃 可是這個女生 每一次都原諒他 然後到最後一次是 這個男朋友 直接把他的小三 帶來跟他交朋友 就介紹說 跟這個政公說 這個女生很可憐 自己從南部上來工作 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 聽到這就不是我了 我又不是從南部上來 你幹嘛一直看我啊 不要緊張嘛 我也一度說 他的朋友是不是你啊 沒有 然後後來呢 我這個女生朋友 也很天真 就把他當成自己的朋友這樣 然後因為我的這個女朋友 在他的男朋友的 咖啡店裡面上班 然後他把他的小三 就安排在咖啡店旁邊 就有做一個 簡單的私人護膚美容的 然後他們就... 他真的把他當成朋友 如果說他們出去吃飯 看電影 逛夜市都帶著他 就把他當成妹妹這樣 那有一次 我這女生朋友就發現 他們過馬路 那男朋友當然就很正常 就牽他過馬路 那走過去以後就發現 嗯 他男朋友怎麼往後走 他回頭一看呢 才發現說 那女生就一副好像很哀怨這樣 然後那個男生就還要假裝說 哎呀走快一點走快一點 還故意把他牽過來這樣 然後這女生就覺得 嗯 就 自己心裡有點OS 但是他也沒有想太多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他們去唱歌 然後他就覺得怪怪的 就覺得他那個男生 跟這女生互動很奇怪 然後他就想說來試試看 他就點了一首歌 點那個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他就想說故意利用這首歌來 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反應 有什麼破綻這樣 結果好笑的是 這首歌整晚都被人家咖歌 都沒有出現過 然後呢 反正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這個小三有一次在咖啡 因為他店裡沒聲音 他就在咖啡廳跟他聊天 他就自己就是說溜嘴就說 你知道嗎 我今天早上做一個噩夢啊 然後 他自己就愣住說 然後我的朋友也嚇一跳 你一醒來就跟我男朋友說 然後他就嚇一跳就說 沒有啦 我是事後打電話給他說這樣子 然後呢 可是他這個時候 他其實已經覺得非常奇怪 連他身邊的朋友 都一點看不出來 就提醒他說 你不覺得他們兩個很奇怪嗎 然後最後是 過了好一陣子之後 是這個女生 這個小三 真的忍不住了 因為他覺得說 我已經委屈在你身邊那麼久了 你說 你把我帶來 跟你女朋友認識這樣子 你說你會分手 可是他都沒有分手 最後這個小三也狠狠 直接把這個男朋友的一疊內褲 拿到這個正宫的面前就說 我其實跟你男朋友 已經在一起很久了 然後我已經受不了他了 我只是要告訴你 他有多惡劣 然後你看你們男生那麼自私 那個女生在自私 對 有嗎 對啊 反正有嗎 沒有講什麼 對 偷路來了 我先... 冷靜 我跟女朋友 可以,冷靜一下 你們平常國語就沒有在很另瞪 這樣我們真的聽不懂在想什麼 而且我從來沒有看過 聯合國新男這麼有活力 姐妹聚會太無趣 男人有如被軟禁 各位女性朋友們 我們其實很清楚知道說 你們要介紹朋友給我們認識 但是 你不能把我們關在那邊 一整個下午 跟你的女生朋友下午茶嗎 因為搞不好 我們有更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我想要去打電動 我想要去腳踏車 如果是同樣的時間 我找你跟我們一起去騎腳踏車 你也未必想去啊 所以拜託拜託 不要把我們關在那邊 那邊下午